早上好,今天给大家补上HSK五级的第十七课 请听题政府将 法律在工作场所禁止歧视 A. 制定 B. 制度 C. 制作 D. 制服 好的,正确答案是 A. 制定 制定法律 制定法律 制定法律是一个固定搭配 别的选项都不行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词的意思吧 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题的整体意思吧 政府将制定法律 在工作场所 政府将制定法律 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制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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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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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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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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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 制度 制度 制度是一个名词 固定搭配由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句吧 他们有责任 确保制度的执行 他们有责任 确保制度的执行 他们有责任 确保制度的执行 好的 下一个词是 制作 制作 常用搭配由 制作家具 制作家具 制作玩具 制作玩具 制作礼物 制作礼物 制作电影 制作电影 最后一个词是 制服 制服 比如说 空军制服 空军制服 海军制服 海军制服 学生制服 学生制服 工作制服 工作制服 好的 今天我们学了 四个代制的词 一定要好好复习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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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望